大家要來回念一下 我大學四年在安南區生活中 最喜歡的水煎包 喔超燙快點 喔 而且它的蔥一定都是新鮮的 咬下去還會有一種 咔滋咔滋的脆口度 嗨 回到南南吃貨日常 我是邱威 大家要來回念一下 我大學四年在安南區生活中 最喜歡的水煎包 那些水煎包呢 像當年一顆只要10塊錢 我也不知道它有沒有漲價 我們待會就來去試試看 這間水煎包到底有沒有 經過物價的飛漲 有稍微調整價錢 應該是有啦 我猜啦 因為如果不調整的話 那可能就是這雕鋼欸 啊這間的水煎包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跟我們之前在拍 那個安平的全社一樣有沒有 它有做肉的 有肉的水煎包 我真的超級超級愛 所以大家來看一下 我當年最愛吃 最愛吃的水煎包是哪一間 Let's go 好 好 我跟妳講 這間啊 也是我大學時期超愛的 它原本一顆賣十塊錢 有沒有看到那個貼紙還沒有撕乾淨 十塊 哇 真的很燙 靠腰啊 來 燙燙醬好好吃 好好吃 你看喔 超燙快點 喔 而且它的蔥一定都是新鮮的 咬下去還會有一種 咔滋咔滋的脆口度 那好多喔 你看喔 除了瘦肉之外還有肥油 很爽 而且你看喔 它不是那種一小碗一小碗像肉碗 沒有沒有 它裡面就是很紮實的那種絞肉 好爽 我跟你講要不是我搬家了 我幾乎是每個禮拜都會買的 都是大姐那邊手工包的 所以玩點來人其實吃不到胡椒的 但我來我都不是說胡椒 我都說我買肉的啊 超好吃 不小心把它吃完 它名字的調味對我來說已經很重了 要吃一個味道 嗯 嗯 就這樣也算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隱藏版 真的很好吃 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我要吃尖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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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滴 阿滴 來 趕這個蒸餃 喔 這煎餃也是好吃 這煎餃也是他們自己包 你吃手工就對了 手工了 喔好懷念喔真的好好吃喔 我沒有懷念你瘦的時候的感覺 剛好是你瘦的時候吃的嗎 阿滴你剛才說已經這麼處理了 真的是 我以前來的標準就是兩顆 一顆肉的一顆菜的 然後再一份煎餃這樣 太好吃了 可是我最推的還是它的肉的 真的好吃到炸掉 高麗菜就是看冷的這樣子 好啦 我們直接做個總結吧 這煎我根本不用太去形容它 因為它的皮非常的脆 它都會很仔細把它煎得兩面脆脆的 然後它是手工做的 它的皮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吃起來不會有那種負擔感 麵皮不會很厚重這樣 總結是它的肉非常紮實 幾乎是沒有空洞 然後它的蔥也是給的非常非常多 好啦 最後如果有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看小鈴鐺 那是我推薦的水晶包嗎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吧 我們下期節目見啦掰掰 我們下期的影片